全國的投資朋友 歡迎收看今天空中高手 我們固定每個禮拜五所錄製的教學節目 那我想今天投資朋友應該有發現到 今天是個黑色星期 到重做近白眼 而且是代表你今天的量居然不到800多億 那我想如果前幾天 如果說你們過去這個禮拜以來都在看我那個 在民家財經台每天覆利下午六點的節目的話 我相信我已經整整一個禮拜 從中秋節前我就提醒大家 這個行情他勢必會再回車 那為什麼要回車因為很簡單 第一個 你們有主流 再來就是說怎麼樣 就算有主流 那些主流 通常我來講都沒有把他撐起一片天啊 那我想今天一檔股票的重做 應該也是讓蠻多人覺得 我們也不能說到驚訝 我們只能說 你看到今天大陸莊的跌頂版 甚至於看他可塵 我想大家心裡應該很有術 就是說表示什麼 表示我在節目上所跟大家講的 我們必多出現的情況 它是真的已經發生了 已經真的已經發生了 好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我們也不要說每次等到打行情不好 才開始去做這種事後的話 記不記得我之前在節目上 我不斷每天就在節目上在提醒你們 就是說 我不管你今天喜歡什麼股票 我不管你今天你心裡面 你多愛某一檔股票 還是你跟某一檔股票 你一定非得要跟他拼到五道 不可啦 我只提醒大家只做一件事情 確定一下你要把我的股票 他到底是趨勢再多 還是趨勢再多 剛才說一句話沒輸給你 一個人連多空都看不清楚 那你如何在這個市場中 跟人家賺得到錢 所以說不管是誰 今天哪怕是大戶、散戶、小戶 都是一樣 哪怕法人 他們一定都是怎麼樣 趨勢為重 何謂趨勢 說得很簡單 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你現在從基隆開車 走高速公路 看你要走中山高 或者是走南俄高北方都可以 那我問你 高速公路就是南下、北上而已 你總不可能從基隆 你用逆勢的開北上的車道 然後往南下 那你一定是跟人家賺到賺到的 你一定很騎到的吧 你一定就是順著往南下的車道 看你時速要固定一百多少 讓一路開開開開到高雄 因為趨勢高速 你要順著那個南下的車道開 這樣才叫做順勢操作 那在股票市場中也是一樣 不管在你身旁邊的領域 他總是指標有順不順 至少有我 不斷提醒大家 連去世都看不懂 別跟我說你當時 就要跟人家賺多少 那都是價格 這樣沒有解我的意思 那當然啦 最近我在節目上 有跟在那個财經台節目上 我有跟大家貼行過的模式 我有一個基隆股票 那我想我還是不斷的一樣 那我們來做個複習好了啦 第一檔我們來看昂寶 昂寶我們把它縮小一點來看 過去不是真的要掰啊 可是我節目上不是常講 我平常要掰就沒有了 為什麼我會常講那句話 理由很簡單嘛 萬般拉臺接位出 你看搞清楚這句話就到了 我不管今天是外資聯合的主力 主力聯合公司 拜託市聯合大股大股東 不管他聯合誰 哪怕聯合頭部老師都一樣啊 他把來自股股票炒到這麼高 他最重的目的是什麼 投資朋友有沒有去思考我這個問題 最重的目的 我就是要把股票在高點找個好價格怎麼樣 賣掉了 可是很多投資朋友 他就會存在很多犯下 沒有啊 你看那些我們現在回頭來看3、4月份 我們現在去看3、4月份那時候 昂寶有沒有什麼理通 沒有啊 人家告訴你哦 人家今天要賺2個股份哦 人家跟你說他今天要賺2個股份哦 然後人家告訴你 他的那個電源控制今天是大陸第一哦 準備要做世界第一哦等等 反正 在那個時候的高檔 你完全聽不到任何有關好方的例子 你聽我的意思嗎 這意味著什麼事情 我問你對不對哦 我反問你 為什麼他股價 在80塊他不說 不說他要賺2個股份 為什麼股價他在100塊的時候 他不跟你說他要賺2個股份 他要賺2個股份 對不對為什麼 為什麼拉到了 300多塊他在告訴你 我這張股票有多好有多好 未來有多好 你的運景有多好 你不買你會後悔 很多人就是這樣子怎麼樣 我在高檔 所以說今天的投資朋友 我這次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讓你說人不到黃河心不死 經醉呆跡 當下我們在講的時候 很多人是聽不進去的 很多人是聽不進去的 通常都要斷手斷腳的 你的一千萬剩五百 五百剩兩百五千百萬剩五十萬的時候 你才會相信周鴻所告訴你的事情 我講一句話沒有輸贏 我沒有 五十萬剩到五千萬的我沒看過 有時候五千萬剩到五萬塊的我看很多了 我真的看太多了 那就是做人 那就是做人 那就是太慧氣氣的結構 這樣你聽不懂 那舉打 最後很多人都問我這支誰 我也不懂為什麼 就跟你說你空頭 一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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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既然要問了周老師講你的意思 就是空頭沒什麼話講 沒有啊 郭台銘說他要成立兩百萬百萬機器人大軍 哇 他拚死命給他上路段 這絕對只是技術性的回答 好 那我問你們 他說他成立機器人大軍 為什麼一百萬不講 為什麼兩百塊不講 為什麼再兩百五十塊二十塊不講 等到股價拉到快四把 你再敢說我會成立機器人大軍 你們去分享一下那個時候 記不記得 我在這邊我做消息面的解讀啦 你們自己可以看大概五六三四個月前那時候的新聞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郭董說是說 為了要迎接新一台iPhone的來臨 所以我要成立百萬機器人大軍 我不要讓人家說我的工廠是貼寫工廠 都是剝削人家的工廠 機器人他就不會靠北了 對不對 全部不夠機器人那種 結果你看 尚人家的最高點 你說郭董有沒有跟尚人的老闆這邊做勾結 這話不知道啦 這話沒什麼沒說 但是事實證明 當立多出來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幾乎都在最高點 太多這樣子的例子了啦 我們再隨便舉一檔 我在節目上也曾經點名過這個金店 好 金店認真講起來 他還算 之前我們講去年來講 他還算蠻強的股票 為什麼會有這一段投資朋友 因為所有LED的公司開始怎麼樣 轉回為贏 加上油價要漲 加上電價要漲 很多的因素 還有加上很多 比如說政府開始鼓勵大家把舊的燈館 什麼的 那種LED的等等等等 反正有很多的租稅優惠 對啦 不管如何 金店算是LED族群裡面的什麼 然後你告訴我這個代表 事實證明 他的確有漲 誒 真假有漲 這就不是有點事後再講 也是問你就來了 好 假設他的股價 他開始在高檔呈現 漲不動的跡象的時候 這時候很多人就怎麼樣 會卡死在高檔 好 卡死在高檔就算了 可是當指標開始怎麼樣 不對勁的時候 開始很建築怪獸 誒 沒什麼到啊 好像開始感覺起來 已經沒有像之前那麼好 可是很多人他並不自舉 他還是認為今天是個好公司 對不對 我只要時報國報報到天荒地老 我知道他還是會回到我的成本 可是有沒有想過 高齊其實是一人說的就是什麼 股票市場的謀 一檔股票就像今天大利光 為什麼 我問你 如果大利光只有一個人在賣 他會跌停板嗎 不是 不會 一定是一堆人在賣 他才會變跌停板的 相反的你看 金店也是啊 你知我是天之地 是大利光認同LED的產業 可是你看 可是為什麼你看 股價值值路 今天又刮掉了 今天又破底 今天又破底 很清楚嗎 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跟你講的嘛 這叫趨勢 趨勢條路 當這種股票開始跌不疼娘不愛的時候 抱歉 趨勢變了 本來是多頭的趨勢 紅色的 現在大家都不喜歡他 我不愛他了 他都變成空頭的趨勢 那就是剛才你要收水油的壁 他也有收水油的走 快來退行快來退毀 一直是一樣 因為你誰想吃到收水油的做的月餅 誰喜歡 沒有人喜歡嘛 當然如果LED的燈泡不可能用收水油去做 他們用的油是不一樣的 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你看一個收水的事件爆發 搞了一間公司機率快破產 你看那個離計幾天在那邊推了幾千萬 包括吉隆利亞康那麼有名的餅店 對不對 都是一樣 所以說這就是個趨勢嘛 如果大家正正當當的做生意 我都用好的東西 給我的材料都用好的東西 我相信他們做生意絕對不會有遇到這種收水油的問題 可是人難免有錯 沒有人是行的 我做行李我用本的良心 可是我沒有辦法在我的上油原料供應上他們是有良心的 所以說這個遇到這種事情 我有機會他們也只能認齋了 標誇情報的遵守 可是在股票市場中它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當你發現到你買的股票 那是像今天開始有問題的時候 開始有問題的時候 開始有問題的時候 還有太多其他的股票了 我今天就不再多做認證了 總而言之一句話 跟著趨勢走 我們不要說保證一定都是不會有錯 但是至少 你萬一去買到類似這樣子的股票的時候 記得 先再講 先斬再講 你不要管 哎唷老師 萬一斬的那個麥魚 萬一我砍掉之後 我照實在看的時候在斬怎麼辦 太多人這種預期卸明 你看那個撒明就是這樣子 翻空了如果又賣掉落了 你看 但也只要求一支 這支是7% 你為了賺到7% 不然你還要30% 真的是一件很笨的事情 了解我 請問人家做一個夢想的事情 你就回想到當初那個雞啊 或是怎麼講的 你們就懂 那當然啦 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就大概講成 今天就沒有做教學的部分 我們今天就比較講的是一個觀念 那我一直鼓勵大家就是說 今天在那邊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之前 尤其是做股票 你知道學會兩件事情就夠了 第一件事情 搞清楚 趨勢再多 再搞清楚 你的股票趨勢再多 或者是空 兩件事就這樣簡單就可以搞定了 如果你們真的搞不定不懂的話也沒關係 你如果不用怕說今天 你用周老師的軟體 過來給你教 要用我的東西也平淡淡 不用看那邊DVD啦 我知道有一個老師他有錄一個什麼DVD 叫你一直看 看哪邊不懂看哪邊看哪邊不懂看哪邊 看那個DVD都已經壞掉了 還是這樣持續的看 你還是不會 我問我 我的指標強調就是簡單易懂 你只要學會看我的紅的綠的就夠了 所以我們也不用看什麼DVD 還沒想過 也沒有什麼複雜的理論 沒有 都沒有需要 那用周老師的軟體 我們所提供的一個三重的保固服務 最基本的就是 你跟我買的東西之後 你不用擔心沒有人教你 那你也不用擔心說今天有好股票 你不知道要買 因為我們有給你找一個簡訊的通知 然後配合那個詹報的提醒 讓你做到怎麼樣一個球方面的服務 有些人在股票當多空我們都會給你建議 像最近我給的股票建議 大概比他給你空的比較多 因為趨勢畢竟然在空了 那我們就給你一個空的股票建議 那不管你今天是習慣用電腦 或者是你要想要學的用手機的版本 平板的版本 現在我們都可以使用 所以你有任何不了解不齊何的地方 我們都非常利用我們線上服務 那個服務專線的服務的內容 不管是要來公司去看 或者是去遠端先看一下 都非常方便 但是我要提醒你 手機沒辦法遠端 手機沒辦法遠端看 手機的話就是只能來現場看 好不好 那有什麼不了解不清晨的地方 都非常歡迎大家來電下去 節目的最後 預測說我投資朋友做那麼愉快 我們下週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這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